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姚妹 今天就是忙完之后看到这里有个公园 当我进来这个公园之后我才发现我住的酒店就在对面 好有缘了 对面那个hotel就是我来的时候住的那个酒店 因为当时我住在这个角落这个地方都看不到这里有个公园 我突然在这里拍照的时候就看到这里汉米墩 那时候住好便宜 据说现在因为疫情了 所以很多酒店都满了 而且很贵 我感觉我好幸运 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是住在这个位置的 但是后来因为房间我不太满意 所以他给我钓到那个转角那个地方比较大 然后我现在在这边公园 看到的是等一下我要去 这里 这里有个姜小鱼的麻辣 好像是麻辣锅吧 啥又是麻辣的 我感觉应该也是窗位的 早上等一下晚上想要在这里吃看看 但是我要看等一下他人多不多才决定 等一下要不要去吃那一家烤鱼火锅 他生意都不好 现在才4点多 现在才4点多 才4点多 张小鱼烤鱼麻辣锅 艺人独享 你看看起来不错 可是那这上面又不叫姜小鱼 为什么呢 我们家老板应该是不太会喜欢吃后面那一家 他说感觉那年生意不太好 那我们晚上吃什么 说八色快点 掐门晚上加下密 不敌我 我看到一家新东洋专卖店 这个白色的是地铁站吗 看起来蛮可爱的 好像又不像是 在刷卡吗 原来是公交站 到了 怎么对面也有一个 他这个对面那一家也是他们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家 据说这个老板在三十年前的时候 然后就在旁边的庙门口摆摊的 那现在就是后来做的生意比较好了 然后就两边各买了两层楼 这样子变成他们的店 对面那边就是主要是煮肉 所以他们都是下午才营业 下午4点半一夜 到晚上的11点半 上午到中午是没有营业的 这里面的中是还蛮舒适的 看起来特别的温馨 好我们现在上楼 这是调料区有辣椒酱 今天我们来吃的是主食是鵝肉 这个鵝肉就是白切鵝肉 特别的甜 它不会很咸 好吃 然后呢我点了一个冬粉 这个冬粉里面有笋汁 煮的很软很对味很好吃 咸蛋刚好 这个酸菜它不会很酸 也不会很咸 然后酸菜它不会很咸 也是很嫩很嫩的 味道特别的嫩 特别的嫩 肉的话呢它不会很咸 就是有一点咸味这样子 我原本以为这个是姜丝 错了它是笋丝来的 你知道吗 很对味哦 我原来以为它是姜丝 柔衡的难处 我原来以为它是姜丝 它原来是姜丝 还不错 这是我点的那个番薯叶 番薯叶也是特别的嫩 里面加了蒜蓉 你一入口的时候 就是蒜味特别重 好吃 最后一个就是卤肉饭 特别香哦 现在左边这一间是他们的 右边这一间也是他们的 原本呢 是在这个庙门口的 听我们老板说 他原来的时候是在哪一块 就在这一块空地这里摆摊的 在福德正神的庙口 在福德正神的庙口 在这门口摆摊 后来他就在对面买下了两口 两栋在那边做生意了 好厉害哦 后来他生意好了之后呢 就把这边 还有刚刚我们吃的 这一边买下来 一二两层楼买下来 都是他们的 好厉害哦 但是味道真的不错 他们营业的时间呢 是下午的四点半 到晚上的十一点半 对面呢在煮鹅 然后这边就是 煮好的端过来 等于在排队咯 然后外带跟内面 在里面吃的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我是贵州 要么儿记得订阅哦